看這一題 他問說 下列有關 萬有引力的敘述何則正確 我們看A選項 是自然界的四種基本交互作用之一 這個對 其值最小 這個也對 自然界的四個基本交互作用的話 就是萬有引力 還有那個所謂的電磁力 弱交互作用跟強交互作用力 弱交互作用跟強交互作用的話 是發生在原子核裡面的 所以這個是對的 我們看B B選項 他說遵守距離平方環比關係 這個對 因為MZ 是等於R平方Z大M小M 這個對 且其距離為兩者的直心距離 這個錯啦 就是說 如果是兩個物體 它是方形的話 那就不是了 你要經過計算 經過計算 只有球形的才剛剛好是原心 就是說他們兩者之間的那個萬有力 就等於你把質量集中在球心的那個萬有力 只有這個 這個是經過計算以後得到的結果 像你這種方形的話 就不是了 就不是集中在直心了 所以的話 這個是錯的 前面那句話是對的 這個是指點跟指點之間的萬有力 如果是物體跟物體之間的萬有力的話 你要經過計算 把它給積分 如果是球體跟球體的話 那你積分的結果 就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 你把所有的質量集中在球心 這個把質量集中在球心 他們之間會有力 我們舉一個那個明顯的例子 就是說 我現在的話 比如說有個薄秋殼 這個薄秋殼的話 然後這個 跟什麼呢 跟一個那個指點 這薄秋殼的質量假如是大暗 這個指點 假設是小M 那麼這個薄秋殼 跟這個小指點之間的作用力等於0 他們之間的萬有力等於0 但是你如果 依照這個選項的講法 就是說 大M跟小M的萬有力 就等於大M 那個把質量集中在直心 對小M之間的萬有力 那這是不對的 這個的話 你把它放在裡面的話 他們之間的萬有力等於0 所以B選項是錯的 再來我們看看 這個是C選項 重力常數G 在不同的星球上 其實不同 這錯啦 這個G的話 是萬有的 這個是普遍常數 普遍常數就是說 在宇宙中任何地方 這個G是一樣的 再來我們看D 提出萬有力定律的是前綠列 這是錯啦 是那個牛頓 再來我們看E 第一 地球上的潮汐現象 是地球 與地球自傳有關的 與萬有力無關 這錯 跟萬有力有關 潮汐現象是怎麼形成的 這假如是太陽 這假如是月球 這是地球 然後的話 太陽對地球有吸引力 它會把那個潮水吸到這邊來 月球對地球也有吸引力 那也會把潮水吸過來 所以潮水的話 就變成這個樣子 月球靠地球比較近 所以這漲潮會比較大 就是說這裡是漲潮的地方 地球在這裡自傳 所以上一天的話 它有兩次漲潮 當你是住在這裡 你從這裡的話 你是住在這裡的海邊 那你地球轉到這裡來的話 第一次漲潮 轉到這裡來的話 第二次漲潮 月球對這個潮水吸引力 好像比較大的樣子 這裡好像是大漲潮 這裡好像是小漲潮 所以跟外耳力有關 當然也跟地球自傳有關 所以這個選項是錯的 他說跟外耳力無關 所以這題答案應該選A 就應該要是大漲潮 跟外耳力無關 看看會兒 然後我們來這裡 然後我們來這裡 看一下會兒 然後我們來這裡 好